伯仁传,左柱失去轮回眼后如何翻盘?与智伯两大禁术还没出场,二柱子并非废人。 如果说火影忍者中最惨的人是左柱,有人反对吗? 在第四次任戒大战的时候左柱失去了手臂,但是却拥有了六道仙人的力量也算是有蛇游的吧?但是在伯仁传中似乎左柱的所有人数都忘记了,连最擅长的虚左能呼和天招都不用了,而是一味地使用天手力。 或许作者是为了彰显轮回眼的力量,但直到大统木普世的出现才明白编剧就是为了卖情怀,大柱左柱的名号让博人等人成长,仅仅是这样就算了,在最新的漫画中左柱甚至连轮回眼都失去了。 在漫画中左柱和名人好不容易打败了大统木,但是在稍微放松的那一刻瞬间被之前的陶氏偷袭,左柱就这样失去了世界上仅有的一个六勾玉轮回眼,而这也就意味着左柱不仅没有手臂连眼睛也瞎了。 左柱已经够惨了,自从被普世按在地上摩擦,放不出来各种忍术似乎已经对左柱刀刀入肉了,如今连最标致的眼睛都要挨刀了,那么左柱的解决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又瞎又残的人者,二柱子帅气的形象再也看不到了。 那么左柱只剩下一个写轮也能做什么呢? 当然漫画剧情到这里戛然而止,如果编剧没有想办法如何圆场,恐怕会被刀片给淹没,但如今的左柱失去了眼睛和手臂,成了一个残疾人,就算活住也是让活影迷不停的心痛,但是似乎并不是无法而解。 还记得与制波异族的两种禁术吗? 首先是一邪纳琪,作为与制波异族头好金属团藏让人对这个人数产生了误解,其实真正用一邪纳琪的话就要像带土一样用在刀刃上,也就是说左柱很有可能用自己的永恒万花筒发动一邪纳琪。 那么也就意味着自己将失去血轮眼的力量,但是换取轮回眼似乎还不错,至少血轮眼没有那么珍贵,在药师兜巴孤儿院中有很多血轮眼的复制品,作助想要再获得一颗眼睛也不是什么难事。 另一个禁术就是一邪纳琪,左柱的眼睛被吊似乎来得太简单了,所以很有可能左柱一开始就对陶氏使用了一邪纳琪。 陶氏还沉醉在一邪纳琪的缓术中。 虽然这个解释有一点牵强但是对火影迷确是最好的解释,毕竟柏仁传的剧情不要太在意它的逻辑性,只要能够保保住二柱子的完美形象似乎就够了。 左柱从四站结束到柏仁传,似乎已经受了太多苦楚,凯也仅仅是失去了一条腿,而塔卡西只是失去血轮眼也没有瞎,反观左柱似乎太惨了。 如果左柱失去了轮回眼,而宁人使用同样治疗塔卡西的方式恢复左柱的眼睛,只是失去了血轮眼或者轮回眼,一邪纳琪,你能够接受吗?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